疫情严峻,为了确保师生健康 县议员油耗、石雪宴及旧国团南投县团委会等单位 特别募集多计的快筛事迹 并共同治南投企致教养院进行全赠快筛 盼帮助师生们共同度过疫情难关 首先代表我们南投企致教养院的所有的服务对象跟我们的员工 谢谢我们的游议员、史议员 还有我们旧国团的民间团委会 各界这么的关心我们、帮助我们 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很大的温暖 游号议员跟石雪宴议员 还有我们民间团委会的自厂总干事 安排这一场的自证快筛的公益活动 未来希望这些活动 议员的部分我们这边连成一个公益连线 继续为地方继续做公益、继续努力 旧国团南投县团委会总干事邱冠章 极限议员油耗、石雪宴皆表示 希望借由这次的快筛募集及捐赠 能够帮助旗帜教养院的师生及工作人员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募集 送到我们的旗帜教养院这边 来帮助我们这边的孩子、院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南投县的旗帜教养院 其实都在默默的照顾许多需要被照顾的朋友 那所以说在这一次 那也希望说未来大家能够借由这样的公益 让更多人都能够一起来响应 那我想我们民间的旗帜教养院 这边小孩子都很需要社会大众的关心跟支持 那也感谢我们院长今天一起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捐赠 那我想说就在地来讲 学院也希望未来为我们旗帜教养院的小孩子 有机会来去向社会大众募集更多的物资 给我们院区这边 南投旗帜教养院为帮助在地弱势非常重要的社府机构 对于院方来说快筛事迹必然需要 也期盼借由这样的捐赠方式 能够让更多人一起来响应 记者邱品骏民间商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